郭婉青, 你長年戴著她的面紗 不讓人看你的樣子 如果誰看到, 你不殺她 又要嫁給她, 是不是? 沒錯 我徒兒要揭穿你的面紗 你就殺了她, 是不是? 沒錯 那她有沒有看到你的容貌? 她被我殺了, 還怎麼看到? 我徒兒死不冥目 我要完成她的心願 看看你是不是醜八卦 靖兒 你們是第一個見到我容貌的男子 我曾經立下讀制 第一個見到我容貌的男子 如果我不願意殺她 就只要嫁給她 什麼?你要嫁給我? 不行的… 不行的 你不願意娶我? 不, 這件事重長計議… 妙計…老君好痛, 手長動手 果然是練我的良才 你不用開心的, 我收你為徒 你要收我為徒? 我藍外派是有利一麥丹傳的 我師前的徒弟孫三霸 他的後腦就沒有殺你那麼凸 所以他的武功學不到我一情 他現在死了就好, 一哥二爺 不用我親手殺他之後再殺你為徒 這位前輩, 我想你誤會了 我的後腦骨子之所以凸起 是因為師前撞得夠大石 現在再撞一撞, 才撞一塊而已 爛船殺兒子, 那個三斤釘 你天生異品 其他就算凸, 就算你凸 也不會凸 快跨下, 拜我為師 我早已經拜了名師 你有師父?你師父是誰? 我師父他通曉眉言大義 萬毒智慧, 妄顧著下 我都找得你來 快點, 待會再跟你說什麼 微認大意 穆姑娘真厲害 想像這樣的姐姐騙了她 我沒有騙她 如果你不肯娶我 我就先殺了你, 然後自盡 你別激動了 有什麼事, 讓你相遇再說 你是我丈夫 我當然會對你千以百順 對了, 為甚麼你會立這麼古怪的誓言 師父也是對我好 我自小無父無母, 是師父把我養大的 在我十三歲那年 師父就要我戴著臉衫 他說天下難而皆薄行 還要我立一個毒誓 但是, 如果我違背誓言的話 他就會自敏而死 你師父又多古怪 用自己的命來逼你立誓 師父對我恩重如山 忠靈的娘就是我師父的同門師妹 原來忠夫人就是你師叔 難怪你和忠靈這麼好朋友 不要 不准你們提忠靈 你現在是我丈夫, 我只准你打算我 我只是聽你提忠夫人 我才順便提忠靈 我師父去收到師叔的一封信之後 又哭了幾天 然後就帶我去蘇州找一個姓王的女人 但是, 始終也殺不了她 難怪碎婆婆要來抓你 為何你要殺聖王的女人 我師父說這個聖王的女人 害了她一生, 還令她一生受苦 嚇死我, 有本事的毒就跑掉了 小姐, 快點… 跪下, 求我收你為徒, 來… 我不會跪的, 也不會求你 你不求我, 我就跪下, 扭你為徒 來吧… 勤勤的聲音捏死我了 說得我都沒有你還手 小姐 我就偏偏要收你為徒 三天之後, 你去那邊嘗嘗找我 求我收你為徒, 如果你不肯 我就…扭你為徒, 扭你為徒 你幹甚麼?快點綁下她 快點綁下, 快點綁下 斷雨… 你真是沒用的 一點武功都不懂 不只追不到那個大鱷人 就算被你追到的又怎麼樣? 你能救到木姑娘嗎? 反而還會讓那個大鱷人 咄咄一聲扭斷你自己的頸骨 要我拜他為師 不就是要我學那些 咄咄一聲扭斷你自己的頸骨的武功 此事萬萬不可 要我拜他為師, 真是假 我學了神仙姐姐的武功 就可以去救木姑娘了 神仙姐姐姐, 我早就拜你為師 現在我就學你的武功 去救木姑娘 不命神功, 先廢外體內自身武功 去功之法, 自為空險 我怎麼不懂武功? 下放了功夫 守太陰廢經, 其任麥卷中穴 以笑相取人來歷, 處於我氣海 你是我徒弟的老婆 我自然不會為難你 萬一這個臭小子 不肯扣我收他為徒 那你就不是我徒弟的老婆了吧 我難怪惡神, 通常看見這麼漂亮的小姑娘 都是先姦後殺的 然後扭起他的頸骨 痛快… 我段郎他也不懂武功 一個人在山崖上怎麼下來 萬一他失足, 掉下來的話 那時候你就沒有一個好徒弟了 是說是, 這層我應該早就想到 好, 我派人去接他 如果肯拜我為師, 就背他回來 這個方法是我南海岸神想得到 哈嘍, 北美的朋友仔 快點follow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日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謝謝